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16日 今天是星期五 好 我們這一節繼續一起來取笑一下香港特區政府 我們最喜歡的是同一天幾節不同的話題 用一個主題 來貫通 上一節我們跟大家說的是屈永賢寫文章 要老屈黎智英 說人家 不讀歷史 所以注定失敗 他的文章內容 好像在暗示他大大力攻擊小學生 小學生 又不聽人說 又喜歡向前衝 到最後 衝落萬丈懸崖 那個人 好像是 某個主席 那頭說完 有人喜歡不斷衝 最後衝落 懸崖 我們現在看到 就快有一個政權衝落懸崖 那個叫做香港 特區政府 這個港共政權 似乎有一件事 他不斷朝著懸崖的方向進發 為甚麼這樣說呢 到底是甚麼呢 同一時間 很好笑 盧寵茂 其實就是屈永賢的朋友 他們是同一種人 同一夥人 盧寵茂 夠膽出來 被人質疑他 為甚麼你取消 安心出行 是不是因為大陸改變防疫政策 這個叫做 死雞撐飯蓋的 盧寵茂 夠膽出來 跟大家說 取消安心出行 只不過是在時間上 剛好遇到 中國大陸改變防疫政策 你說好不好笑 會相信你那個也有病吧 不過我又想說一個題外笑話 其實 死雞撐飯蓋 盧寵茂就不太合適 為甚麼呢 因為盧寵茂 膝蓋是有事的 大家記不記得嗎 盧寵茂最著名的東西就是膝蓋受傷 當這個 港大 爆發一次示威 當時現場有人插水 捏著膝蓋 說被人打傷了 然後所有人散開 然後 有人捏著膝蓋 躺下在地上 所以 盧寵茂應該不能夠死雞撐飯蓋 因為膝蓋受傷 腳還沒有痊癒 所以大家看看 現在當權的這班人 就是同一群人 同一隻型號的人來的 你說恐不恐怖 什麼謊話都說得出 什麼邏輯都敢說得出 跟你說是醫生是專業人士呀 讀中文系呀 也有讀歷史呀 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你們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不要緊 我很清楚你們在說什麼 你們說的話的謬誤 我們全部都會駁斥 本身這個是正常媒體應該做的事 再加上 我們跟中國共產黨當然 一定是要列他做敵人 所以你們這些 雖然是易打綠的角色 普通爪牙 但是你們說的話 我們也會駁斥 這節為甚麼說特區玩出火呢 因為我們 幫特區政府想了幾個不同的結果出來 每一個結果 都似乎 對特區 這個港共政權相當之不利 所以做了沙盤推演之後 我們有理由相信 特區 港共政府 做的事只不過是引火自焚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升旗易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本台是有免費模式可以給大家支持 請大家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 我們第一時間 和大家 做更加多的時事 分析 多角度去探討問題 內地的聽眾要注意 因為我們 節目的模式 和國內的方式不相近 香港的媒體和時事評論 傾向 比較短一點 做沒有那麼深入的分析 做比較貼近 就是個時事的節奏 國內的時事分析節目和政治論證節目傾向 較長的時間才會有一集的節目 然後做 較為深入的分析 這個我們香港的做法 是有所不同 我們看看 香港政府糾纏這個 郭哥的問題 為甚麼我們說他注定是會向著一個失敗的結局 進發呢 已經有聰明的網民 就是想到 很多時候 香港人其實很聰明 按照邏輯推理 已經知道會有甚麼結局 甚麼下場 所以我們又是立即想起屈永賢的文章 是不是 一尾在衝 最後衝下山 跌落萬丈深淵 這個 港共政權正在向的這個方向 進發 我們一起去想一下 為甚麼會是這樣 首先第一 這個 郭哥的事件 不斷有不同的國家 播錯了 就是願榮光歸香港 他們的理由 不約而同地 就是透過搜尋的時候找香港郭哥 找錯了 就是願榮光歸香港 所以他們由最初 要追擊這個籃球總會 追擊 籃球國際賽事 再去到追擊這個韓國 說要派人去 韓國調查 整班人上綱上線 上了大腦 完全可以用 失控來形容 不僅 繼續上綱上線 還要 後來發展到中東 杜拜 也出現 就是播錯了 郭哥的情況 一樣 變成了願榮光歸香港 然後 然後 他們就 賴下去了 賴這個 是Google的 錯 其他的搜尋器 他們沒有說 一味就是針對 谷歌 這樣是不是合理呢 大家想想就知道 他們說 理由是Google可以賣廣告 賣廣告之後 搜尋的順序 結果就不一樣了 所以 Google有能力 可以 向他們提供 免費廣告 他們做的事 跟勒索Google 要向港共政權提供免費廣告 其實是一模一樣 他們勒索Google失敗之後 他說 Google現在勒索他們 要賣廣告給錢 等於收保護費 真是很厲害 神邏輯 每一樣東西 別人欠他 他們沒有欠他 人家作為一間 跨國的公司 每一樣東西的搜尋 根據演算法去做 換句話說 基本上是AI做了 沒有可能 搜尋每一件事 都幫你 有一個政治正確的答案 是不是 然後有網民發現 你再這樣搞下去 真的會出事 為甚麼會出事呢 因為 這次你說香港國歌有問題 要找回義勇軍進行曲 下次 打其他字眼 不是你心目中的答案的時候 那怎麼辦 例如你可以輸入 比共產黨更無恥的人 然後你會發現 沒有這個搜尋的答案 你可以找 比港共政權更加無恥的政權 你又會發現 搜尋結果是沒有答案 如果按照特區的邏輯 一定要搜尋的結果是他們心目中的答案的話 你會發現 絕大多數 百分之 99的搜尋器 甚至乎你用百度 剛才那些問題也不會有答案 百度就是提供錯誤的答案 按照你們的說法 那就失實資訊 麻煩你整個百度也剷掉了 剛才那些問題 沒有答案的 全部搜尋不了的 讓你更加無恥的人 那麼你要怎樣去 更正這件事呢 你是不是要下廣告呢 Google不幫你更正這件事 不幫你找到一個答案出來 那麼你是不是要 交保護費呢 你是不是要下廣告 跟著更改這件事呢 給中國 更無恥的國家 你試試找一下 看看有沒有答案 你的標準答案 你是不是想填美國下去呢 但是不是美國的答案 那麼你是不是又要說人家是失實資訊呢 還有 剛才那個可能就是 迂回了一點點 還有一些直接一點的 的答案 一定是這一群積極份子 不會接受的答案 我問你 看看你可以怎樣對付 我們一起打開Google 我們輸入兩個字 他們既然那麼喜歡說國歌 那我就打國歌啦 於是打國歌兩個字 好了 出事了 怎麼辦呢 一打下去 第一個搜尋的結果 出現的 叫做中華民國國歌 中華民國國歌是在1912年 建政以來共有四個版本 第一個搜尋的結果 是維基百科 裏面說的國歌 是中華民國國歌 今天香港 明日台灣 今天如果Google會因為你這些那麼芝麻綠豆的事 被迫要向你下跪 下一個你追擊的目標就是台灣的國歌 再追擊下去 是不是很不空啊 台灣 是不是政府啊 你可以打這些問題下去 看看Google的搜尋有甚麼結果啊 台灣的總統是誰啊 你打台灣總統下去 那麽可能會出到 民進黨蔡英文啊 他又說失實資訊啊 什麼時候才結束呢 沒完沒了 真的說時遲那時快 我又做過搜尋了 看你們 有多少失實資訊 打台灣總統四個中文字下去 第一個搜尋的結果 當然是蔡英文啦 我也不覺得會有別的答案 我真是想說 你糟糕了 我現在上百度去搜尋 你出事吧 麻煩你 特區政府寫信給 百度吧 預備 我打台灣總統四個字 搜尋的結果 是蔡英文 你又出事了 這次是不是顛覆國家政權 如果按照特區政府的神邏輯 你每個搜尋的結果 政治上你覺得不正確 你就要出聲 現在 違反國家安全法 麻煩你用權力及特權法 按照這個百度 的話事人 去立法會 聽你 問話了 我用百度搜尋 台灣總統是誰 是蔡英文 你承認還是不承認 結果就是你承認這件事 這個是你們說的 沒有人說的 Google的搜尋器 是把最多人搜尋的結果出來的 但是你說 搜尋到的結果排在前面 那件事是事實 這個是你們說的 Google沒有說過的 麻煩你看看百度的答案是甚麼 蔡英文 台灣總統 不是習近平嗎 好了 我告訴你真的有段時間都玩不完 大家可以繼續參考我這個方法 繼續找一些他們 不喜歡的搜尋答案出來 多到不得了 我再繼續針對百度 你真是糟糕了 你預備用國安法拉百度 我打台灣國歌下去 你猜一下出甚麼國歌 不是義勇軍進行曲呀 陰公 你們預備哭啦 中華民國國歌 雖然我不知道中華民國國歌 首歌的歌名叫甚麼 還有 還未完 我又繼續幫你追殺每一個搜尋器 這次幫你去看看Yahoo 做甚麼 Yahoo 國歌搜尋下去 你又出事了 裏面的搜尋 又不是義勇軍進行曲 又看到香港國歌 又看到中華民國國歌 那麼你何時又傳召這個Yahoo 用權力及特權法 傳召他上去解釋呢 大家不要放過他們 很簡單的 你對付他們的方法 就是用我這個方法 你已經對付到了 你有無限過 搜尋的答案 不是他們這一群共匪 心目中想要的答案 每一個搜尋器都是這樣 包括百度 你儘管看看他們是不是要對付每一個搜尋器 這班人 上綱上線 都不要緊 上綱上線的時候 可不可以勤力一點點 我作為一個 時事的分析員 我做的事情 做的research 比整個特區政府還多 你不要跟我說你沒有官員試過 做這樣的搜尋 你這樣也不做 你敢寫信給人Google 這個是笑話 國際醜聞來的 我覺得 要將這件事一定要告訴北京 還有告訴汪文斌 你不要以為 外交部例行記者會 有記者問完之後 汪文斌代表外交部支持你特區政府 現在你將失實的資訊向國家呈報了 剛才我所說的搜尋結果 你做了research 了嗎 你有沒有呈交上去 你現在是虛報軍情 那還未完 按照他們現在 所以你說 要駁斥這班人 和恥笑這班人 有時間要講 我講20分鐘也沒有講完 你說 說說說要對付 谷歌 對付Google 我們又來過邏輯 推演 沙盤推演 到底接下來會有甚麼後果 搞了一大論 Google在香港的 分部就只有銷售 還有就是 推廣部 好像是Marketing 所以 他們沒有人有辦法 處理 關於搜尋器 的algorithm 搜尋出來的結果 algorithm 就是演算法 好了 那麼最終會發生甚麼事 你去 傳召那些Google的職員 你傳召不了甚麼人 你只能傳召在香港的職員 香港的職員跟你說 我不知道 我已經跟你說了 你要聯絡就聯絡就是 上面的大佬 結果是甚麼事呢 搞多兩搞 Google就是連這個分佈也不會放在香港 香港 再厲害一點 再去把 Google 整個 網站在香港封鎖 那會發生甚麼事呢 大家可以想像到 你現在是說外國 舉行國際賽事的時候 人們用 Google或者用其他搜尋器搜尋的時候出錯 你封鎖了 Google在香港 香港沒得用 那麼你的國際賽事裏面 外國人 繼續用Google搜尋的時候 你有甚麼辦法 很認真問你 你封鎖了之後 只會令到 香港人搜尋不到這個結果 每逢你出去任何一個國際賽事 任何一個國際機構 繼續搜尋一個你覺得是不正確的答案 到最後 你去找Google和不找Google 在香港搞一大論 那對於整件事 有甚麼幫助請問 所以 不是開玩笑 我們現在看到這件事 引火自焚 你不要又聽完升旗易得道 本人分析完之後你又縮沙了 縮沙正壞仔 你現在一定要繼續追殺下去 尤其是我剛才跟你說過 逐樣的結果 我幫你找出來了 你要追 就不要只是追國歌啦 即是國歌 國歌就是國家的尊嚴 台灣就不用收回了 是不是這樣 台灣可以丟失 香港的國歌不能丟失 是不是這樣 所以 要做 就要做下去 你做下去就麻煩了 我們幫你預備一千個題目 大家幫忙預備 找一千個題目出來 他們要繼續追殺下去 跟國家尊嚴有關的 我看你怎麼死 是不是很好玩呢 這個節目很好玩的 這個節目真的是針對他們的 不是開玩笑的 很認真 只是 說這件事 玩死他們 我們會繼續報道的 你夠膽就當是看不到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就是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展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有Discount 再Excel Going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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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